不允许呢 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嘛 而且台湾人自己 要不敢说我们不答应 美国人也不会管你 为什么这么讲 现在中共暴政正在和美国进行所谓核心国家利益的交换 目的就是想在 他们在2012年对台湾采取决定性的控制步骤的时候 美国能够原则上置身事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台湾人都没有强烈的保卫自己自由的意志的情况下 美国人会为台湾而战吗 我们更应该看到 马英九政府现在实际上也在配合中共的这个战略 要切断台湾的国际援助 不久前呢 我们看到一些公开的报道 马英九先生对国际媒体讲 台湾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为台湾而战 为什么这么讲 面临那样一个庞大的铁血强权的逼迫啊 台湾人多么需要国际的援助 身为台湾的总统 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当你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说了这个话的时候 当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 美国人 怎么来即使他想要帮助你 又怎么帮助你 因为你以总统的民营宣布 永远不会要求人家为台湾而战了 而事实上美国也从来不会为别人而战 为台湾而战 也阻止中共 控制台湾 也不是为了台湾而战 那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事业而战 也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而战 身为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 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面对啊 这样一个危局 我为台湾呢 策划了三项国策 供台湾人参考 这三项国策就分别 在台湾大国策的第八章 第九章和第十章里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不可能把这些国策 在这里都讲明白 我只想讲一点 就是第一项国策我提出来的 叫做台湾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 在这样命运的逼迫之下 台湾必须勇敢的走出历史的阴影 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台湾才可能拥有未来 台湾的历史阴影有哪些 我想至少有三项 第一个就是国民党 第二个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第三个就是台湾长期的族群撕裂 我们知道国民党进入台湾之后啊 首先是进行了实施了 二二八大屠杀 可能我们刚才这个 很多都是那时候死去的人 二二八大屠杀据我了解 现在死亡的人数是两万人左右被杀死 那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计算啊 就相当于当时在短期之内啊 在中国大陆杀死了一百多万人 就是按人口比例来计算 而且杀死的这些台湾人啊 都是台湾的精英啊 这是国民党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实行了 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 戒严这两个字很简单 将近四十年的戒严里头 包含了台湾人多少的痛苦血泪 死亡监禁 而当时是以什么名义进行戒严呢 以反共的名义嘛 他要反对共产集权 要保卫自由民主嘛 所以我要我要对你们戒严 而且以通共通匪的名义 迫害了多少台湾人 现在他们去投共 不对台湾人做出任何说明 还有这样堕落的政党吗 而事实上是为什么投共 2000年台湾的民主 第一次真正的结出了果实 台湾人通过自己的选举 选出了自己 通过自己的民主选举 选出了自己的总统 国民党被台湾人给选下台了 当时国民党的主席连战 这本来是一个民主的成果 大家所有的台湾人都要一个高兴的 你国民党也在台湾至少活了60年了 台湾这块土地对你有60年的天在地府之恩 天府地在之恩 你怎么会不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而高兴呢 而事实是什么 由于台湾人选下了他 国民党的主席连战 如商拷笔 万里奔丧 到北极哭诉于北京 从那一刻起 确立了所谓的连共制台 实际上就是投共卖台的 国民党的政策 从国民党投共的那一天起 他自己的党魂就彻底的魂飞魄散了 为什么 因为对于台湾它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他投共就意味着对台湾自由民主的背叛 对台湾独立的背叛 那国民党在这个意义上就 已经彻底的沦为一个台湾的阴影 历史的阴影 不走出这个阴影 台湾人不会有希望 那怎么走出这个阴影 很简单 我不相信啊 国民党权贵能够代表 国民 大多数国民的普通国民党人的利益 我不相信这个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国民党人来说 台湾这块土地啊 是它唯一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 台湾的自由民主被共产党消灭了 它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台湾人要想走出这样一项历史的阴影 那就是成立台湾国民党 让国民党变成这块土地上的一个政党 当然书中有更 更这个详细的论述了 那第二项阴影 就是中华民国的概念 中华民国啊 也是被国民党埋葬了 这个概念 也不是别人埋葬 因为他的投共政策埋葬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都知道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两个国号 他的宪法所指向的领土 绝大部分是重叠的 一个姑娘嫁了两个婆家 一块土地 有两个主权的宣示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两个政治概念 是随火不相容 是天生的天敌 是不可以共存的 必须互相否定 不可能互相不否定 那马英九现在说 双方按照九二公式 叫做互不否定 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承认过 中华民国 共产党一直在否定 只是马英九不敢否定 马英九不敢